大家好我是豬哥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车试驾单元 我们再度来试驾Lessus的LBX 不过这次选择的是 143万的RELAX版本 到底这台LBX 它开起来还是你熟悉的Lessus 第一个我觉得它的隔音的感觉 精致感觉是RELAX版本 双层隔音交合玻璃 比它高阶一点的O系车 甚至都还没有这个配备 而它的中效马力136P 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丽 我觉得它的马达推进得非常的积极 0到100加速的9秒钟 虽然不像小端炮一样那么快 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 拖着一个很沉重的车壳往前进的感觉 毕竟在车中的只有1320公斤 最入门的ACTIV 130万以内 最高阶的RELAX PLUS 170万以内 但精致哥会最推荐的就是143万的COOL 或者是143万的RELAX等级 但两台车这个合态也蛮贼的 配备这个搭载起来真的很难选 比如说今天这台RELAX 它有比较高阶感受的全车同色的车顶 还有18寸的星站亮银的旅圈 酷它是熏黑的 而且刚刚讲的前门的降噪玻璃 也要RELAX等级以上才有 尤其主要感受最深的是 这一张真皮的座椅 虽然说RELAX等级只有驾驶座 有电动 但是这个真皮感受 比起酷等级那个挤皮加真皮 或是ACTIV那个不是真皮的 感受差很多 这张真皮座椅真的让你坐起来摸起来 那个柔韧的感觉 就是Lessus的感受 当然这台LVX 也有Lessus车系里面的两个首创 第一个 第一次出现了三缸的引擎 第一次出现了后者能非独立悬调 这两个也是许多想要入手这台LVX的人 有最大疑问的地方 行进间震动还好 除非你停在路边 稍微怠速久一点 它的电力不够之后引擎发动 它会稍微由让你感觉到 有直列三缸的感受 或者是你要这样重彩油门 把转速拉到超过4000转 5000转到5500转的红线前 这个高转速之下 它会稍微告诉你它是直列三缸 要不然你平常用车在这个转速 大概一两千转 或者是根本引擎就没做动之下的 纯电的话 我觉得你几乎差距不到 它是直列三缸 它把这个震动抑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后拖一臂 它的维修简单几乎是不会坏 而且它也能够增取后面多一点的行李箱的空间 当然当你在过几弯的时候 以及稍微快速的变换车身的重量的时候 稍微它的后轮后轴 会有点跟不上前轮避震器的感觉 但是当你今天不是激烈抄架之下 其实感受微乎其微 当然LVX的全车系都搭载了LSS Plus 3.0 所以NV2的半自动驾驶绝对是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台车 就算它中下马力只有136匹 但是高速公路上面 就算你没有切入S档 它在超车的时候 或者是你从扎道 要进到主线道的时候 只要重踩油门下去 它的提速可以说是蛮快的 有虚拟实境非常的棒 而且变换车道也会显示 但前车这个动画 稍微略显省略了一点点 而且LVX它就非常贴心的功能 当它整车告车窗没有关的时候 它中间的数位移表板会出现 是否要帮你关闭打开的车窗呢 只要选择yes 它就会自己帮你把车窗给关闭 这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 而猪猪哥最喜欢的就是它车尾的设计 除了这个一体贯穿式 但是它不是直线 它长得非常像这个 奥斯特·马蒂修旅车的感受 以及从后面看去 类似宽体造型的后轴设计 实车看起来线条真的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当然招牌的无边框的设计 仿锤型的水箱护罩 一体贯穿式的黑色饰条 搭配银色饰条 我们把轮胎稍微打斜对不对 它前面这里除了有LED的雾灯之外 这个地方它的转向辅助灯 是设计在雾灯的旁边 而不是像一般车一样设计在头灯里面 但是Relax强调是整体的质感 跟酷等级的酷炫布一样 在下方这里依旧是流黑 而且没有一个老流的设计 它不只是AHB 它是AHS的自动远近光灯 而且加上了自动的遮蔽 如果你今天买的是Active 或是Active Plus 或是酷的话 车顶会是黑色 这个比较高阶的 Relax以及Relax Plus 它是车顶同色设计 你要买到Active Plus以上车型 才会有18寸的铝圈 它规格是225 55 18 但入门版本Active 也是最便宜的 1299,000 它只是搭配17寸 不愧是Lessus 它不会让你打开之后 直接里面就看到板筋 这里有一层厚厚的隔音的涂层 麦花城的设计 会整个地震器 跟着转向的一起转 它的合上头 都是铝制的 但是三脚架 还有工具囊 它都是铁制的 这比较特别一点 看得出它是Lessus 就是E-Lessus电子门版 门版这里的隔音条也有 而且这台车是Relax等级 所以它就连门窗 它也是有双层的隔音交合玻璃 因为今天这台是Relax等级 所以下方这里 就没有一个亮银的试板了 它并不是独立的悬吊 它是后拖翼壁 不过你可以看到 它后拖翼壁本身 其实还蛮粗壮 而且我觉得它的必争器的主名的感受 其实也还算是不错 因为台湾并没有引进 所谓的E4的车型 要E4车型以上的后轴 才会有所谓的多连感 你必须要买到了143万的库等级以上 它才有这个电动起闭的后围能 它后面行李箱的容积 为了要争取到402公斤 所以是稍微有点下限的 不过它就会让前面的椅子这里 稍微的有一点断叉 而它后面这个隔板是无法调节 所以这个断叉依就会在 你会发现我的西部空间 至少还有一个拳头又一个指头左右 其实还算是可以啦 不过它没有后座的冷气的出风口 下方这里则是有两个Type-C的充电的插座 它的椅面的部分相对的 它有座高比较高一点 它的泡棉的厚度 因为下方这里还要放置油垫的电池 所以泡棉稍微薄一点点 椅面稍微比较短一点点 不过它的后面的椅靠部分 倒是有点深线包覆性还不错 而且这台是Relax等级 所以它搭载是真皮的座椅 不过今天买酷等级的话 它就会是几皮加真皮 不过猪哥比较喜欢的是 这个Relax真皮的感受 不过它倒是没有后座的中央的扶手 后座一样是E-Latch的门把 所以后面这个门把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上面这里能够比照前座 也是软质材料的话 它的质感会更加的棒 你要买最顶规的Relax Plus 以及中阶的库车型 才有HUD抬头检批 但今天这台是Relax Relax跟酷等级虽然同样都是143万 不过要酷等级才有抬头显示器 酷等级以上就还会搭载 12.3寸的数位仪表板 等级也是有所不同 不过还好是它中间 中央的触控萤幕本身 全车系标配都是9.8寸 但是这里的特别是 你要摆到最顶规 169万以上 才有360度的环景 如果说你没有买到最顶规的话 它是没有360度的环景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今天买的是Active 或是Active Plus的话 它就没有换挡拨片的设计了 它配合盲点侦测 如果说它侦测到后面有机车冲过来的时候 你这样一按 它门是不让你开的 这个的确相当的安全 至于音响的部分 你今天必须要买到最顶规的 169万的Relax Plus 才会搭配这个Mark Livingston 而座椅部分 你要买到这台Relax 以及最顶规的Relax Plus 才有这个顶级的真皮的座椅 如果你今天你买的是酷等级的话 它就是人造级皮 以及部分的真皮 如果你买的是最入门版的话 它就是所谓的豪华皮革 所谓的豪华皮革 简单言之它就不是真皮的 所以我觉得LBX能够搭载上这个真皮的座椅 我觉得还不错 今天如果你买这台车 我会推荐的是Relax等级 它虽然说它前面没有这个很酷炫的下巴 银色视角 上面也是车跟红色 后面也没有一个特别的视角 而且它的旅圈也不是熏黑 但我觉得这个造型本身相对比较有质感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地生菌 搜索中天车厂家 不许输入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会找到我们了 感谢观看 这个数据 有 很完美 有同时间